OK 我们刚才把那个环境已经准备就绪了 基本上方便面的问题都已经看到了 然后由于我们下载的是VMware的这种版本 所以呢无论是你是Linux还是Windows还是苹果 都要装VMware软件才能用 OK 打开就可以 内存之一给多少呢 看着办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都已经OK了 下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 今天这种渗透测试呢 是针对文件上传漏洞 说到文件上传 大家这个访问过很多类似于论坛呢 或者注册一些账号的时候 它有让上传附件上传头像是吧 这之类的东西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上传图像 当然也有可能让上传一些 一些PDF啊之类的文件 是吧 让用户上传一些资源的东西 就是在通过一个浏览框 然后让你上传 那么按照常规来讲的话 我们让我们上传图片 我们是不是就上传图片 让我们上传文件 那就上传文件文件 这是大家按照这个套路来走的话 一种一种方式 那如果上传的时候 它没有对我们的 上传文件的一些信息 做出检测的话 我们上传了一些代码 比如说PHP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Java的文件 或Python的一个程序 是吧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我们就可能通过去执行这个文件 来获取Vibor的权限 这个是传统防火墙 可能做不到的 传统防火墙 我们原来讲过的 一个系统防火墙 它主要是针对IP和端口 对不对 可能更多一点 而现在你80端口对外开放了 你打开门做生意 有好人进来 是不是也有坏人进来 那这个时候你要 因为你这个端口是开放了的 首先我们打开把机 这个把机IP 在这次起完以后是134 是吧 好 我们下面打开这个把机 192.168.106.134 双十一受不了 好 这是这个项目 来 大家看到 它上面有很多 很多应用 很多应用 像我们比如说 上面有这个什么 这是一些旧的 旧的像 wordpress 什么jamla 这样一些应用 这都带有漏洞的 意思是 早期版本 带有一些各种各样漏洞 那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两个把机 我们用的比较多一点 一个叫做 DVWA 一个叫做 这个 Mutilator 这两个把机用的多一点 这两个名字呢 大家可以从名字上 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叫什么 就比较那种 我们可以 翻译来摆脱点看 我们 我这咋拍这个了 咱们网速 这样的还是 今天 今天咱们叫做 就 就一个半呀 那你们 你们现在先不要复制东西 好吗 糟糕的 这种web应用程序 是吧 糟糕的 那这 这起名字 但这里面呢 你看 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把机 一个把机上的一个应用 这个也是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 点它 打开 它的用名呢 叫做 admin 密码呢 叫admin 这是这个dbwa 糟糕的web应用程序 对吧 然后点进来 这上面有很多页面 这页面呢 每个页面呢 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漏洞 那比如说 这两个是跟sicle注入相关的 这两个是跟跨站脚本攻击相关的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文件上传相关的 还有跨站请求伪造相关的 还有文件包含相关的 总之这个页面上呢 有了吗 好多个漏洞 没有吗 这就像去模拟了一下那些糟糕的那些开发人员开发的程序 带来就有这样的一些漏洞 首先 upload 页面比较简单 就是让你上传一个图像 看到吗 是不是让你上传一个图像 这边选择一个图像 然后呢 上传 那么按照常例来讲的话 应该是浏览 然后找到那个图像 然后直接上传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啊 我们 你们在卡着吗 好卡 这是什么 给我择带 让你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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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举网的问题 那不是互联网的感觉 嗯 嗯 嗯 这不至于 北京那边我们连的话 连六七十个都没问题 来 现在我们随便找一张图像 这个图像肯定可以上传 这是个图像对吧 然后打开 然后点Upload 上传 成功了对吧 显示成功 你们看不到 这一段 一会儿我把机器重启一下 可能跟你们刚才下载整个我这下载一些缓存有关系 本来在下载之前没问题是吧 就你们怪你们下载 好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课奖完以后 后面我重启一下机器 这个是有录视频的 好 上传成功 那如果我们重新选择一个别的对象呢 你看 我再浏览一个 这个是一个PHP的脚本 一个程序 是吧 那点打开 点Upload 它也成功了 这就理论上讲不应该这样 对不对 但是由于呢 这个开发人员 他并没有做出这种检测 而导致 本身应该是上传图像 上传它所要求的那样的一个文件类型 是吧 结果由于没有做检测 而导致呢 我们可以上传一些任意的文件 那这里面可能就包含我们所要的物码程序 是不是 而这种问题叫做文件上传漏洞 首先文件上传这个行为本身是正常的 对吧 那你既然开了这个东西 你肯定要 希望用户能够上传相应的一些内容 但如果说你没有检测 而导致上传的一些 像我们叫木马文件 对吧 或者WebShell的一些文件 程序文件 这种呢 就叫做漏洞了 本身文件上传不是漏洞 对吧 但是就产生这种情况 你看这边 页面回到这个界面上来啊 本身我们让用户上传图片 图片正常 但是它上传了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可能是PAP的 也可能是Java的 也可能是Python的 但是看它这个网站走的是什么应用 对不对 但如果是PAP的话呢 那我侥幸上传了一个PAP的程序 而这个程序呢 可能非常简单 里面就这样一句话 就这样一句话看到吗 什么前面这个是PAP的格式 这个也是PAP的格式 里面就一句话 这是我们在稍后会给大家讲到的 这叫一句话木马 这就是一句话 这个东西 这个文件一旦上传上去 如果没有被检测 没有被拦截 那我就可以呢 远端的 就像我们插销的方式去连接 去连那个服务器 但是它不是使插销连 是使中国菜刀连 就是你可以想 现在想象一下就是 你把这个文件传上去了 是吧 然后就可以类似于使用像插销的工具 对那个网站进行连接 连过去呢 就能看到它网站里面的 所有的网站里面的数据 你可以对网站里面的数据进行 修改删除都可以 这是意思 当然有人说那不会犯那个错 那不会犯那个错 当然就传不上去 是不是 那可能你在这个页面上不会犯 因为大家知道在公司里面 这个有很多很多业务线 是吧 很多网站有主站还有子站 可能在主站上你不会犯这个错 但没准在子站的某个位置 你就犯这个错了 那这个点呢 同样会导致引起整个的这个崩盘 对不对 就本身文件上传 这个行为是往web的很多 我们很多的web应用 无论是个博客 还是个论坛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站 都应该具备的 比如说让用户可以上传复件 上传头像 上传图片 甚至视频 这都是很合乎常理的 是不是都正常的 但如果有人恶意的上传 PHP ISP 或者是呢 Java的 或者Python的这样一些文件 绕过了web应用 绕过了web应用 而且顺利执行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 黑客就可以拿到什么 我们叫做web shell 就是web的 这种web应用的那种 类似于我们这个bash那样的一个shell程序 就我们bash这个shell呢 是让我们控制linix系统的对吧 是让我们去控制linix系统 而web shell呢是控制什么 网站 对你可以对他的网站 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动作 web的一种shell程序 那么一旦拿到web shell的话呢 我们呢就可以拿到web的应用数据 删除网站 甚至是做进一步提权 来进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去 特别是呢 这个web shell在后面 我们还可以跟那个sicle注入这种攻击 相结合 好这就是一个原理 首先我们要阐述的是 文件上传本身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我们没有做 合理的过滤和检测 而导致用户绕过我们的web应用 上传的一些程序文件 这个就是漏洞 听见了吗 好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那个网站就有这个问题 是吧 好 这里呢 这个网站它 这个这个把级做的很棒的是呢 有几个点 给大家说一下 一 它在下面有一个 这个把级的一个安全级别设置 当前登录的用户名是admin 安全级别是低的是吧 那就模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糟糕的开发人员 它开发的这种程序 还有呢 中级还有高级的这种开发人员 开发的程序 它能够可以调你看这边 setings 然后按那个 然后这边是可以设中级 设高级 对不对 你看如果我设高级的话 看我点提交啊 刚才大家还记得这边 这个文件上传这个位置呢 刚才这边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程序啊 现在我再选择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 还是它点击打开 点击upload 看了吗 这不让你上传了对吧 看不到 它现在就显示的是你的这个图像没有被上传 还是看不到吗 好 这里呢这个把机呢 第一个是它有一个是设置这个安全等级来模拟呢 比较特别傻的 中国傻的和不太傻的那种开发人员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的 有安全意识的那种的 第二个是呢 各位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点到 点到这个低级 也就是lo这个级别 再回到文件上传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来啊 然后它在下面有一个叫做查看 原代码 这样一个位置 最下面这个底下角 viewsauce是吧 好 打开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第一安全级别下面 此时此刻呢 这个页面的一个原代码 是很简单 很简单呢 但是这是PAP的嘛 哎 我们知道网站呢 有前端也后端 对不对 这个PAP是属于后端语言 那后台后端语言啊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 点右键能看到它的PAP程序吗 查看原码是吗 查看原码是吗 嗯 你第一次是 好等一下 我们随便找一个百度翻译 就这个行吗 然后点右键 有一个 查看页面原代码是吧 一会儿一会儿来调整 还是看不到 想你坚持一下 一会儿我现在我把这个视频录完 我重启啊 现在重启就视频断了 各位现在你看到的这个页面 它是PAP的吗 它是JS JSB的吗 那跟我刚才看到那个原码是一回事吗 是 这是前端的 那个是后端的 你看不到后端的知道吗 那么也是正常的 来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整个前面讲的架构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网站呢 通常拿PAP网站来讲 是吧 PAP的这个应用来讲 我们通常的架构呢 是前端一个 当然说过说 从负载角度来讲的话 前端是一个负载均衡器 比如说阿里云的FLP是吧 然后后面是NGX 反映 先不说反映代理吧 就是说web内层吧 对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反映代理 说web内层 来web内层 它通常是NGX 是吧 嗯 然后NGX 大家知道NGX只是一个web server 也就是只是一个静态 它只能够处理静态的元素 静态资源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网站 现在大多都是有后台 有动态的程序 是不是 后端像那个PAP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还要装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PAP-FPM 我们也叫PAP中间键 PAP中间键 对吧 比如Tomcat呢 它不是PAP了 它是什么 Java的中间键 是吧 OK 那来 我现在模拟一下 一个客户端 请求网站 访问网站 如果说它请求的是静态资源 NGX直接把这个页面从磁盘上给它IO出来 或者是可能是一个ITML 也可能是个CSS 可能是个ITML的文件 是吧 也可能是个CSS样式表 也可能是个JS的这样一个脚本 JavaScript的脚本 是吧 也可能是个图像 明白吗 这个时候 这种静态资源 我们的NGX直接从磁盘上IO出来 给它做出响应 是不是可以 对 那么客户端浏览器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按照HTML的这个格式进行渲染 最后产生所谓的各种漂亮的页面 没有意思吗 能听懂意思吗 这是静态资源 但现在客户端请求的是一个PAP的程序 明白 那请求PAP程序 那么收到请求的肯定还是谁呢 肯定还是NGX 对吧 NGX NGX一看 这是一个后缀为PAP的 而NGX上是不是写的规则呀 有个location 然后如果遇到后缀是PAP的 就找那个就去找通过FastCGI的方式 是不是去找那个PAPFPM 比如访问9000端口 比如说对吧 然后PAPFPM对这个程序经营什么 执行 可能这里面还包含有SQL语句的查询 还有代码的执行 对不对 执行完了以后 将这个结果交于谁呢 NGX 还是有NGX做出响应 当它执行完成以后 比如说这里面有SQL语句 有代码 执行完成以后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静态的东西了 然后再将那个静态的元素呢 给NGX由NGX交易客户端 明白意思吗 所以在客户端 永远是看不到后台的代码的 就知道吗 它看不到 它怎么可能看到呢 它看到的始终是静态的结果呀 是不是 如果是访问了静态元素 NGX是不是直接给它 动态的话呢 也是由NGX去和后面的PAP中间键去交互 然后由它去执行处理 产生静态的这个结果 然后最后给客户 所以客户端看不到动态的东西 没有吗 那再补充一句 客户端跟我们的NGX之间通讯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好 这很难吗 ITTP协议 或者ITTPS 是吧 然后NGX和后面的那个叫 中间键 比如说PHP FPM之间 走的是什么协议 那叫FAST CGI协议 我们在配置NGX的时候 是不是FAST CGI到哪个地方去 它俩之间 它们之间走的是那个叫FAST快速CGI协议 FAST CGI FAST下滑线CGI协议 OK 我们跟浏览器跟那个网站服务器之间 走的是ITTP协议 它们指的是FAST 走的FAST CGI协议 OK 然后说来说去就告诉你一句话 我们在这儿 你们刚才想让我点邮件查看圆满 我告诉你们那是徒劳的 为什么 你只会看到ITML 因为那是以后执行的一个 执行以后的结果 对不对 好 我刚才还在给这个网给大家做解释 我说这个地方的viewsauce 不是你那个查看圆满的意思 好吧 那么我们点右键查看圆满 只能看到这个页面的最终的ITML的这个静态 这个ITML的圆满 而这边查看圆满呢 是人家作者 人家给你什么 给你把那个内容给你显示了一下 没有吗 这个按理讲 你在正常的网页上 是看不到的 人家这不是想让你死的清楚明白白吗 所以给你看一下 没有吗 是这个意思 我说了我一再强调这是个靶 靶靶什么意思 靶靶就是说 他会告诉你说 你看我这有漏洞 来来来打这 然后你没打上 他也不会发出什么声响 打上了说 我心脏中弹了 他会给你 他会很明晰的给你告诉你 这是靶靶 靶靶配合你知道吗 这都是为了配合你的 你看刚才再看一下 我们点击浏览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我点Upload 他还告诉我们说上传成功了是吧 那么实际上在真实环境里面 王王会这么显示吗 不会 我再强调一遍 这是个靶 OK 他靶靶就是为了让你呢 让你的每一步感觉 能够得到一个 一个响应或者回应 让你知道你干了啥 对没有 同样下面这个叫什么来着 下面这个查看圆码 也不是正常的 那个你们看到那个查看圆码 OK 这是后端圆码 后端圆码呢 其实只有开发员可以看到 我们能看到吗 我们除非把这个网站爬下来 是吧 爬虫呢 爬下来 我们后面会讲到爬 网站整个给它爬下来 爬下来就是把整个网页程序 前端后端全给它爬下来吧 这个时候啥都看见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大家看 这是一个post的一个提交 啊 然后呢 这里呢 他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 他提交的这个目标的目录呢 是在这个叫网站的主目录下面呢 拍个宝下的uploads里面 然后目标的名字呢 就是路径 加上一个基本的名字文件 就是你上传文件的基本名字 放在这里面的 并且呢 他这边没有做任何检测 就如果说你上传文件有 有这个有这个上传成功 有 有这个对象 那他就会告诉你 有这个对象的话呢 他就会干嘛呢 上传成功 没有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上传失败 他并没有做任何检测 明白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叫什么 一个这个结果 而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上传的一个什么 我上传的一个PAP的一个脚本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点击浏览 点击浏览 然后再上传一个 别纠结这个行吗 对一个四传人说 哎呀 你是不是太为难我了 那怎么说 牛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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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这时候我下个面试看怎么整你啊 你一组同学我我我我我我刚发音没问题吧刚才 没问题 那个看一下啊 这个是要一点PAP文件 我把它传上去 好 现在是在第一安静机位里面是吧 得上传 成功了 好 大家看到给我了一个路径是吧 路径呢 我可以复制上去 然后看一下 上面呢 把这个几号删一下 然后粘到这儿 这是刚才的路径 明白吗 你可能看了 没啥 没啥 为什么 这个文件本身也没打算给你显示点啥 它不是我们这么用的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先展示一下 明白吗 我把这个路径 这是个URL路径 我复制一下明白 嗯 然后呢 我去找到 如果卡的话呢 你坚持一下 然后 哇 二十八里超大四点子 装进来了 然后 然后 我找到 这个 刚才我上传的就是这个文件 shel1.pip 这个文件里面内容呢 给大家先 看一下 不是这个 刚才还有 内容是啥呀 这没呢 这没呢 被东西空了 那上传个什么东西上去 被我把这个文件内容干掉了 大小没有大小吗 33个字节 有啊 我们找机制本打开吧 我们找机制本打开吧 各位看 各位看 就一句话 看到吗 就非常简单的 一句话 这里呢 这个 这个相当于密码一会儿的啊 来 现在我把这个文件的路径 这是刚才那个文件漏进 我已经 我已经传上去了 是吧 我已经传上去了 然后我找到 这里面有一个叫 中国菜刀的 我们先暂时看一下 我看我的杀足软机关了没有 不关的话 他就会跟我直接杀了 我双击就会杀掉 好 这是之前的 我把它删除一下 我在这里面添加一个 在中国菜刀里面添加一个URL 此时此刻只是展示一下啊 密码呢 刚才我们 那叫什么来的 chopel菜刀 这个单词啊 这是自己随便起的 chopper 没错吧 好 点击添加 然后这个 我们已经把这个传上了以后呢 点邮件 然后有一个 看它有好几个功能 文件管理 数据库管理 终端 虚拟终端 我们先随便的看一下 看到了吗 各位 是我们能看到整个网站的 上面的数据啊 这个 这个服务器上的数据 看哇 是不是都能看见 EDC 这住的也能看见 EDC也能看见 看 刚才那个网站是在 VR下的 3W下的 这个 VR下的 3W下的这个叫 没有IT 没有 DBWA 漏洞 这是那个DBWA下面呢 有一个hackable 有一个uploads 这是我们刚刚上传那个文件 看到吗 我甚至可以拔这些文件呢 删除 对不对 我现在可以删除 然后这先观摩一下 然后紧接着呢 还有 还可以点右键 有一个虚拟终端 看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 为什么呀 那就是一句话木马呀 那个就是 可以 好所以如果被人上传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觉得是可怕的 对不对 那别人相当于可以连你的服务器 然后对你的网站 对你的系统去做一些管理 到底有什么权限呢 我们现在先等会儿再来讲 就先至少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就如果说一个网站有这种上传漏洞 而没有对它做严格检测 而导致用户上传的一些这种恶意的程序 虽然看起来就一句一段很简单一句话 是吧 但是它能够调用你的系统命令 对不对 这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低安全级别下面 在这种低安全级别 我们现在的实验一啊 就是这种低安全级别 是可以上传任意类型 任意大小的文件 怎么设级别呢 我这边笔记上呢 有非常有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所以就不再去 一点点去说了 然后它的后台圆满 我们也看到了是 在这种低安全级别下面 基本上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任何的检测 直接你给他一个文件 他就帮你上传 他也不关不关注这个文件了 到底是什么后缀 什么内容 如果上传以后呢 你上传的是一个恶意的这种 木马 那就可以通过菜刀 或者是菜刀相应的 和菜刀相关的一些软件 去对这个机器呢 进行什么 连接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基本行为 还没有做别的一些动作 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 好这就是DH级别 文件上传动 就如果说 开发人员 没有对上传的文件做任何检测 就这个结果 直接就可以把他的整个网站的权限拿下来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获得他的 获得他的一个叫什么 叫web web shell 我们评论所谈到的shell 就是 像 这边所谈到的shell呢 就是那种什么shell 正常的bash shell 对不对 而 今天我们所关注的shell叫web shell 就是你能够去对他的web 通过web的方式 拿到他的这样一个 笑了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器嘛 对吧 他能够提醒你的命令 解释 执行 展示 好这就是DH级别